感受科技与娛樂唯一體的輕鬆悠閒 體驗多倫多唯一的桌面感應遊戲技術 帶給你的各種新鮮KTV遊戲 全新的數碼娛樂理念引領潮流悠閒方式 E&T Karaoke提供你最時尚的私人觀唱空間 地址505 Highway 7 East 地下一層 2話647-996-5211 今年的次第大熱鄭嘉穎這陣子都蠻忙的 因為她幫TVB拍《路火街頭2》 每天都要開工 不過前一陣子在國外播映的電視劇集 是由她主演的叫做《步步驚心》 在國外非常收得 所以在國外有很多片商用16萬一集 希望鄭嘉穎去加盟他們的經理人公司 當然鄭嘉穎就說了 駱超姐不走她不會走的 所以繼續效力TVB 今年在事業方面的情況非常之好 分分鐘再一次成為市帝 但感情方面又怎樣呢 原來對上一次的緋聞 已經是上年的8月 和國內的名模徐正文傳出的緋聞 原來最近鄭嘉穎有新的目標 還要是TVB的小花來的 究竟是誰呢? 我們一起娛樂 最近鄭嘉穎在事業上的成績的確不錯 由於國內熱播電視劇集《步步驚心》 所以令到鄭嘉穎的新價忽然之間升了很多 可以開價到16萬一集的電視劇集 不過鄭嘉穎就說她心在TVB 所以就沒有北上拍劇 由於她的身價這麼高 人氣又這麼高 自然在TVB裡面的地位都高了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鄭嘉穎一向都是非常酷的 很少跟工作人員聊天 而且是比較難相處 不過今次拍這個《路火街頭2》的時候 發現她有點不同了 由於今次多了個女主角 而且這個女主角她還非常照顧 其實這個《路火街頭2》和《路火街頭1》的所有角色都是一樣的 所以鄭嘉穎的女朋友依然都是胡幸宜 不過今次就加入了阿羅伯鄭嘉穎的前妻 這個前妻是誰 就是09年的華裔小姐冠軍九雲偉 由於最近很少花彈 所以TVB急著要捧紅一些人 其中一個就是九雲偉 大家可以發現 九雲偉就在全家福六獸片案裡面有一個角色 有很多電視劇都會開給她拍的 而且《路火街頭2》也是下年的重頭劇 她是第二的女主角來的 當然 做得鄭嘉穎阿羅伯的前妻和鄭嘉穎的氣氛 當然是非常之多了 一把工作人員都說 鄭嘉穎平時是很少出聲的 不過見到九雲偉就特別好聊 而且非常之照顧對方 你知九雲偉其實是拍劇的經驗上前 但是鄭嘉穎對她 就覺得她非常之勤力和聰明 而且還跟很多身邊的人說 她真的挺聰明的 拍了兩日劇已經好像拍了很久 而且很多身邊的人都發現 鄭嘉穎平時很想和人聊天 不過見到九雲偉就特別好驚 還拿手提電話出來自拍 很明顯鄭嘉穎對這位小師妹是非常之照顧的 就算這件事很多人都有問過九雲偉 九雲偉說絕對沒有這些事 不過鄭嘉穎原本都以為她很哭 原來她是很搞笑的 也都說她跟她的男朋友 她說Joey羅天宇是08年的香港先生 她感情非常之好 她說其實很多時候拍戲都會傳出這個緋聞 她們兩個之間有共識 她絕對不會介意這些事 只不過是大家可能拍劇的時候 比較敏感了一點 就著這件事 大家都要找過九雲偉的男朋友羅天宇 她說跟Christine之間其實都有共識 知道拍新劇通常都會傳緋聞 而且兩個的關係非常穩定 所以絕對不擔心鄭嘉穎的介入 不過那麼久 是時候八進公投